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有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威龙 我给大家第一个推荐的就是 KCSG温孔红93号 铁锈红 我给大家第二个推荐的就是 柔物持妆粉底液 最后一个给大家推荐 蕾丝高光 看里面很漂亮 眼妆吧 自己比较喜欢淡妆的女生 但是 喜欢的女生应该怎么都行 都挺喜欢的 就是主要是分自己的心情吧 我可能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可能就是叫 陶 就有一个陶字 那首歌 比较喜欢玩射击类 然后王者 荣耀这些 王者荣耀可能是最强王者吧 然后 穿越火线可能是 在大师段位 不算是特别高的一个段位 对 毛肚 鸭血 还有什么 宝宝肠 对 就是 就是一种小香肠 毛肚的话会下在蜡锅里 就是其他的话可能会下在军孤汤里 其实我喜欢吃的零食还挺杂的 喜欢 辣的话可能就是辣条吧 然后甜的话可能是奶酪 或者一些软糖之类的东西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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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肖 我觉得是一个很 很隐忍的角色吧 就是 他的痛苦和难 不会让大家看到 就是一个人默默成熟 很为别人考虑的一个 其实三个人在一起就挺开心的 因为在家人的剧组里 就是我们三个人氛围也很好 就拍摄也很开心 经常一起开开玩笑 太阳后翼里面那种角色吧 蛮想演特种兵和军人的 我最近剃了短发也在健身 觉得很帅 没有特定 我觉得剧本好 然后 它整个故事线 能够符合逻辑 然后又很感人 就是能打动自己的心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可能 想接一些特种兵 或者是当兵的一些戏 有活力 然后有青春的那种充劲 我觉得进步就是一种 让自己快速变自信的一种方式 在自己的领域上 或者工作上 或者在你学习上 或者是你去健身也好 去学习一些乐器 或者一些爱好也好 这都是能够让你去 增加自信的一种方式吧 我眼中的李洁洁 我觉得是一个很活泼 然后 其实她自己什么都知道 但是她 也是首先 会为别人着想 就是不让别人去觉得 她很难受 她不会 她会把自己的快乐 带给别人 可爱 然后善良 没有想过 我觉得挺好的 我喜欢 我喜欢比较活泼一点的女生 有一场就是 林肖带李洁洁去看牙 然后李洁洁就是很怕看牙 然后林肖就是内心就下了决定 就是以后一定要当一个牙医 对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 蛮帅的 嗯 然后 然后 没时间 然后 然后 我 属于你的东西 我不会分别人 我给女生推荐这一款 KCS哥文口红 93号铁锈红这款口红